好的 我们继续来学习宗敬录 来看原文 世间所致差矣 复生意稀谈是出世安心 修行的方法就跟世间的医生要致病是一样的 修行呢 就是致众生的心病 世间的心病治好了 你才能修出世间的法 这一段咱们也要特别注意 佛法通常讲生闻 圆觉 菩萨这三成道 实际上真正的佛法应该是五成道 要先从人成修起 五成道是哪五成呢 人成 天成 生闻成 菩萨成 生闻 圆觉 然后菩萨 这才是五成道 人 天 生闻 圆觉 菩萨 这是真正的佛法讲五成道 一切修学先从人成做起 比如先修食善业道 人成修好了 做人做好了才能再修天人道 儒家讲天人合一 天成修好了 进一步再谈出世法 出世的阿罗汉生闻 然后再翻身 再回来入世 超过了阿罗汉生闻 到了圆觉 最后再入世度众生 这叫菩萨道 所以咱们讲 要谈修持 世间人道一定要修好 先做一个好人 基础才稳固 世间法安心做到了 才能谈出世间的安心 这个地方值得我们特别提出来 我们都明白学佛最难的就是安心法门 能安心就成佛 世间的安心都做不到 一上来就想求出世间的安心 那叫原木求鱼是不可能得到的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咱们就明白了 为什么有很多人他说 不行了 我生意失败了 我去出家算了 我这个被感情伤害了 我去出家算了 或者说我赚不到钱 我出家算了 佛教就是收垃圾的垃圾厂一样 你人都没做好 成佛更是没得希望 你是做人做不好才想来出家的吗 那这是不收你的 来收了你 你来到这也是懒汉一个 你也修不成佛 人都没修好 怎么可能修得成佛呢 所以默做事念 不要总想 说我这个做不好 我生意失败了 我感情失败了 我做人失败了 最后我跑都出家算了 我看破红尘了 看破红尘不是你做人做失败了才看破红尘 那是你想要 你得不到 你怎么叫看破红尘呢 现在马上给你 你还要 你做生意失败了 现在给你钱你还是会要的 你并没有看破红尘 你爱的人不要你了 然后你说我看破红尘了 如果他又回来找你呢 你又看不破了 所以你那个是没有办法得到的 说这个吃不到葡萄 说葡萄酸 然后说自己看破红尘了 那不就要看破红尘了 佛法也不是这样修的 也不是这样学的 如来所至 毕竟不发 事出事法 互相成贤 若离三地无安心处 若离止观无安心法 刚才所说的调心 咱们这个心是最难治的 人人如果能把自己的心给治理好 诚意 正心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这是儒家所讲的道理 儒家讲的就是这个入世法 第一个要干嘛呢 诚意 先从诚意下手 怎么诚意呢 就是你观察自己的念头 你能找到自己的意吗 什么是意啊 就是你的意识 心念怎么安呢 治心是非常难的 所以这里面讲说佛的治心法门 毕竟不发 佛所用的至高无上的治心法门是哪一种呢 是般若吗 还是金刚经里面说的 应无所助而生其心呢 用什么来治心呢 是念佛呀 还是听呼吸呀 这些都是佛讲的 那么一切成佛的人 他顿悟的那一下是个什么方法呢 这里面用了四个字 毕竟不发 这是一个大秘密 毕竟不发 没有真正的最后没有讲出来的 所以说佛说法四十九年 他说他没有说过一个字 那这个秘密什么人揭发过呢 中国禅宗的六祖惠能 他揭发过一次 当他得到了五祖红忍的一波 逃回广东的路上 后面追过了一个叫惠明和尚 这惠明和尚以前是当兵的 然后啊 追到他了 六祖把这一波放在这个岩石上 惠明嘛 欲取一波而不动 什么意思呢 他以前是当兵的 是个大将军 武功很高 力量很大 可是呢 惠能说你拿吧 你来抢这个一波 就是这个祖师爷传的一和波 惠能说你别杀我 来吧 给你吧 你放在那里拿吧 他把这个一波放在了石头上 他这么厉害的人 大将军 有勇有谋又有力量 他拿不起来 一件衣服一个拨 他都拿不动 是什么道理啊 然后他一看拿不动 然后他放下了 向六祖求道 悟到了以后还问六祖 说师父传给我的法 还有没有秘诀呀 六祖说有秘诀 秘诀在哪呢 秘诀在你那 不在我这 你问的就是 所以叫什么呀 我有一宝 秘在行山 什么是行山呢 就是你这个身体 你身体这个形体 就是要行山 你的秘密宝藏 就在你的身心上 佛陀到最后讲 不可说不可说 无话可说 唯摩洁居士最后 堵上嘴巴 嘴巴一闭 文殊菩萨说 这是真说了 唯摩洁居士闭嘴不说 文殊菩萨说 这是真说 那么如来所至 毕竟不发 最后那个成佛的终极方法 佛陀没讲 没法讲 闭嘴才叫真讲 那咱们怎么进行 佛的教育法呢 这个东西是不能说的 说也说不明白的 那怎么进行教育呢 就像西游记里面的唐僧 最后给他个无字真经 但是无字真经 我怎么看呢 但是无字的才是最高的 那咱们怎么学呢 佛也没讲 祖师也没说 六祖会能说 你的秘宝就在你的身上 那我们怎么学习呢 世出世法互相成贤 世间法和出世间法互相成贤 怎么说呀 想学佛 先从做人学起 人都没做好 成佛也不知道你成的是什么佛 如果你佛是由人成的 你首先得先做个人 做一个正常的人 正确的人 做一个好人 好人都没做好 你成佛也不是什么好佛 成鸟也不是什么好鸟 所以说你学佛 第一步就是学做人 有很多居士 自己学佛学个几年 傲慢的不得了 动不动到这里就 腰五喝六 说这个骂那个 指点这个腰喝那个 这样的人成佛吗 成得了佛吗 成佛也不是什么正确的佛 成佛也不是什么好佛 他去得了西方极乐世界吗 他要能去得了 我们都不要去那了 我成天跟他在一起 烦都烦死了 西方极乐世界 他叫诸上善人聚会一处的地方 如果到那儿都是你们这帮人 都是那一堆腰五喝六的 扫眉搭了眼的 一脸讨债相的 都是这么一帮人 说实话你们去吧 我不去那儿 那儿不好 所以说呀 你想一想啊 那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当时发愿怎么说 我要创建一个最好的地方 那就说明你去不了 如果说阿弥陀佛说他创建的 他发愿所建的 那是最好的地方 那你这个样子肯定去不了 你去得了我们就不要去 所以怎么样啊 咱们就是做人 学佛就是从做人先开始 你脚不落地 总想的都是好高物远 玩神秘玩玄学的 做人都没做好 所以说做人没做好 你能做得好佛 那就很奇怪了 无此理 无此事 在这里永明言寿禅师说呀 世间法和初世间法 互相成显 二者互为因果 换句话说 你人做好了不用修道了 本来就是修道 你在做人的过程当中就是修道 中国话讲修行 那就是修正行为 修正心理的行为 修正身体的行为 修正嘴巴的行为 人事没有除好 忘谈学佛 那叫什么呀 那就不是学佛 是自欺欺人 自己欺骗自己 所以咱们要特别注意这八个字 事出事法 互相成显 事间法与初世间法 怎么样啊 是互相完成的 互相显露的 若离三地 无安心处 什么是三地呢 三地呢 就是天台宗讲的 天台宗的三指三观 也叫三地观 那就是空 有和中 空有中 这叫三地 初步修持嘛 先求一个妄想清静 不能说妄想没有 仿佛正到了空的一面 这个空 况且咱们还没做到 假定做到 有这么一点空的境界 那也不是空 是假的 是你自己意识上的空 所以呈现这个空 当你正到了空的境界 一面不生 有的时候 虾猫碰到死耗子 不小心好像感受这个了 碰上了 有的时候身心都空了 但那个空还是意识境界 而且光守空的话 如果你守着这个空 在空里面住久了 就变成一种昏沉的境界 变成了无明的境界 那走入了阴界了 前面讲过 这个时候就赶快要修有 先从这个有观而来 比如说咱们闭起眼睛 望念不停 这个望念是假的 本来空 不用你去空它 想留留不住 想追追不着 比如说吧 现在问你 你昨天早上第一个念头是什么呢 昨天早上刚醒 第一个念头是什么 早就抓不到了 早就不知道 影子都没了 或者是你今天刚来直播间的那个时候 咱们现在已经开播有一段时间了 你刚进直播间的那第一个念头 想什么呢 早没有了 望念本身是假的 它的自信是空的 这叫即空即有 即有即空 念一句佛 念个咒语 或者有一个所谓的光明境界 值的都是有 这个有 打双眼号 咱们抓的是一个有 但这些都不是道 咱们念阿弥陀佛也好 咱们念某个咒子也好 你不还是在抓一个有吗 要抓一个境界 可是众生凡夫喜欢抓一个有 所以佛就给你一个有 让你抓 但是这个抓有 它不是毕竟的真道 那你抓空呢 抓空也不是道 那叫非空非有 即空即有 中观才对 所以天台宗讲三指三观 禅宗讲离四巨绝百飞 一切都扫 不扫也扫 无可知扫 所以不扫 勉强说叫四段 叫这四句 离四巨绝百飞 一切都扫 讲扫地 一切都扫 不扫也扫 扫也不扫 无可扫处 所以说永明言寿才是他讲 若离三地 无安心处 咱们修安心法门 只有走着三指三观的路线 才能够到达解脱 若心安于地 一句极足 如其不安 巧用方便 令心得安 此心如果能够安了 那么一切佛说的道理也都多余了 佛所讲的所有课 无非就是让你求得一个安心 那假如你随便用什么修持方法 此心还是不能安呢 那你就留意我们以前讲过的所有法门 你要知道如何调伏此心 让它安定 此心安乐 这叫第一步 一目之罗不能得鸟 得鸟者罗之一目儿 众生心形各个不同 或多人同一心形 或一人多种心形 如为一人众多一人 如为多人一人一人 什么意思呢 一目之罗不能得鸟 罗就是打鱼的网 网罗 有很多洞眼连接成一张大网 只有一个洞的网抓不到鸟 什么意思呀 你只做一个洞 你看咱们要去网鸟 那里面有很多洞 但如果你说我做一个大网 这个大网只有一个洞呢 那鸟不都露出去了吗 所以叫一目之罗 不能得鸟 你不可能做一个 只有一个洞的大网 那是抓不着鸟的 网嘛 它对很多洞 然后把鸟网在里面 得鸟者罗之一目儿 只有一个洞的网 不可能抓到鸟 但是最后你抓到鸟了 那就那一个洞眼 你看你最后拿一个 很多洞眼的网 抓到了鸟 可是这个鸟为什么出不去呢 因为它卡在了其中一个洞口里 只有一个洞的网 是抓不到鸟的 但是最后抓得到鸟的 也就这一个洞 就这一个洞 把它给 把它给扣住了 这是打一个比喻 如果你认为下次 不要浪费那么大的网 你只用绳子 圈一个圈 鸟就飞过来 那就不可能了 同样的 修持方法用对了 那好像电灯的插头 插对了就灵光 很多的洞都能抓到 很多的洞 那抓到这只鸟了 就这一个洞 一个大网有很多洞 但是你抓到鸟了 这只鸟 它就在这一个洞里卡住了 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呢 咱们要修持佛经 那就好像什么呀 一个大网里面有很多洞 每一个洞都是一种修持法门 你用的 你能成就的 你就是那个鸟 被抓住的鸟 你能成就的 最后就是需要用一个法门 没错的 但是呢 如果说佛告诉你 只有一个大网 只有一个洞 就这一个法门呢 那你是不能成就的 就像我们刚才举的例子 如果说佛法只有一个洞 众生全露出去了 根本不得成就 所以佛法的法门呢 像一个大网一样 有很多洞 咱们要想被这个网给抓住 实际最后你只需要选一个洞 你不可能说所有的洞 你都专 但是你要说佛法只有一个法门 比如说只有念佛法门 那你绝对忘不住了 你绝对露出去了 有名言授禅师啊 这一个比喻比喻的非常妙 妙在哪呢 第一个 它首先是一个批评 批评那个只宣传一个法门的人 告诉你 如果你只是佛法只有一个大洞 那鸟全露出去了 一个鸟都往不到 所以这是一个批评 同时又是一个修持方案 告诉你了 因为人心各个不同 所以佛法就有八万四千个洞 但是对于具体的这一个众生 只要其中一个洞 它就能成就 但是你又不能告诉他 佛法只有一个洞 你也不能对大众讲说 佛法只有一个洞 只有一个洞的网 一只鸟都抓不着 所以这个比喻很妙 即使一边批评 一边弘扬 告诉你正确的 这一个比喻 一边告诉你什么是错的 一边又告诉你什么是对的 所以这个比喻很妙 听懂的人就会觉得很妙 没听懂的人一直在说 什么大洞小洞 这是讲什么呢 听懂了就觉得很妙了 你就好比咱们电灯的插头 插对了就亮了 但是呢 你得多准备几个插头 你光有一个插头不行 有人说的不对 余老师你说的不对 我们家的灯就一个插头 插上就亮了 那是你正好插对了 你换一个地方呢 有欧标的 有国标的 有美标的 还有110伏的 还有三项的 还有两项的 还有带钩的 你那个不一样呢 你就插不上 你这个灯就亮不了了 最后插亮的 只有你一个插头 可是实际上 你得多准备一下插头 看看哪个最后插得进去 哪个最终能让你这个灯亮 这个方法不对 换个地方插插看 一下插对就亮了 下面他就进一步地讲了 众生心性各个不同 一切人的心理行为 思想情感脾气各个不一样 所以说中国人有句古话 叫人心不同各如其面 人的脸没有一个完全一样的 人的脸是没有一个完全一样的人 双胞胎 他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长得不会完全一模一样 所以人心不同 就像人脸 每个人的脸都各个不同 是一样的道理 你想一想 咱们这个人有多奇妙 你是什么上帝也好 女娃也好 菩萨也好 阎王爷也好 造人的仓库里 得有多少模型 每个人长得都不一样 所以人的心性和脸一样 没一个相同的 或多人同意心形 可能有很多人 在某一点上的思想是一样的 在某一点的思想上 有很多人念头想法是一样的 比如咱们在座的各位 你们聚到这来 咱们有共同的信仰 在这一块思想上来说 咱们相同了 别的不可能一样 但有一部分可能一样 所以这帮人能变成好朋友 这叫物以类聚 所以呢 叫或多人同意心形 有的时候这个想法思想是一致的 这些人物以类聚了 或者是什么呢 一人多种心形 有的心理学家研究心理的 研究精神病学的 他就明白 有的人有多重人格 或者是有一些人变态心理 一会儿情一会儿语 情绪好就高兴 突然脾气上来了 都要杀人 一个人有多种心性 其实我们每个人 也都有多种心性 比如说吧 你对老师可能 你对你尊敬的人 可能能摆出一个 非常和善的样子 转过头来孩子一闹 你突然就发背景了 不要说话 我听于老师讲课呢 所以怎么样 你的心性也是这样变化 一秒钟内有很多的变化 我们检查自己也是这样 心理行为非常可怕 如为一人 如为一人 众多一人 在心理行为上 我们就要检查自己 学佛就是什么呀 就是要反省 检查自己 你反省了自己 你了解了自己 你同时就了解了天下人 如为多人 一人一人 或者你观察别人 有的人地位 有的人地位很高 带兵带习惯了 地位很高 手下有几十万人 那你看了人生应该悟到 各种样子都有 你去西安 看那个兵马俑 那个兵马俑造的多精美呀 他不是按一个模 不是一个模型 抠出来的 各个人长得都不一样 所以你看 如果带兵打仗的人 他就知道 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当领导的人 他也能够知道 你手下的人 有的人这样 有的人那样 有的人这样想 有的人那样想 所以怎么样啊 多人 也是这样的道理 这两句话 文学的意境很美 道理也很高深 所有的修持方法 都包括在里面了 我们修持要对付自己 要反省自己 所有的修行 都不是对付别人的 都是对付自己的 但咱们对付自己 要有多种方法 最难对付的就是自己 要做什么呢 要广施法网 刚才不是举了个网的例子吗 咱们现在就告诉你 对付自己 怎么对付呢 要广施法网 修持的方法 你要懂得多 不然为什么 我有的时候 让你们念地藏经 明天要教你准题法 后天告诉你 念楞严咒 大后天咱们念 观世音菩萨名号 待着没事又唱大悲咒 等等的 为什么要这样啊 就是我把这些方法 都给你罗列出来 然后你自己去用 你可不用说 我就专门就修这个 或者就修那个 不用 对质不同的问题 你就用不同的方案 哪个问 哪个方案有效 就抓住哪一个 比如说吧 你发现最近呢 生活不太如意 造成了我新的烦恼 注意 我最近赚不到钱 造成了我的烦恼 钱多钱少 无所谓 但是这个事的确给我造成了烦恼 怎么办呢 于老师教了 说念准题咒 准题咒 心想事成 念 天天念 念一段时间 好像发现 这个烦恼真的减轻了 过几天的家里 有亲人去世了 于老师告诉我 要念地藏经 然后就念地藏经 既超度了逝者 同时又安了自己的心 这就叫广师法网 这个不同的法网给到你了 你不同的情况 你就抓一个法过来用 哪个有效用哪个 这可不是说就一个大窟窿眼 干啥都念阿弥陀佛 干啥都念阿弥陀佛 这一个窟窿眼 一个鳥都是网不住 这四个字很重要 这四个字就是咱们修行的宝典 有好多人跑过来问 于老师你今天讲这个 明天讲那个 人家都说叫什么 专修一门 一门深入 到底我修哪个呀 广师法网就是一门呢 广师法网本身就是一门 这里面的你随便选工具 随便选 进门了 咱们这门里边各种 刀叉剑戟 扶越勾叉都有 所以啥是门呢 门并不是说你只能抓住一个工具 我们这个门里面的工具很多呀 一级是多 多级是一 广师法网 修持方法又懂得多 佛教早晚课有四句话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段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无量法门都要学 有人欠你钱不还了 我学过魔力治天咒 赶快念 一天念108遍 孩子最近学习不太听话了 不太好了 念文书菩萨心咒 赶快念 所以你不要把自己局限起来 学佛要打开自己的心量 要解脱 结果你越学佛越局限 越学佛越局限 不断地给自己画圈 这画了一个圈 把自己框里了 那又画一个圈 俩圈交界处 把自己困到那中间去了 有的人说不行 我学净土宗的 先给自己画一个圈 净土宗 你是学禅宗的不行 你是学密宗的不行 你是学啥宗的都不行 先给自己画了个圈 然后听经文法吗 不行我只能 因为我是学净土宗的嘛 所以我只能听净土宗的经典 又给自己画一圈 这圈越来越小 最后东一个圈 西一个圈 自己能站的范围 已经没有利锥之地了 你怎么解脱呀 左边戴个手铐 右边戴个脚链 全给自己拴上了 可是学佛就是要解脱 不要给自己画圈 整个华藏世界 无量法界都是你的一念 你干嘛要给自己画圈 要给自己戴上手铐脚链呢 那你就不是学解脱了 你学的都是束缚法 不是解脱之法了 六祖谈经讲 正人用邪法 邪法也是正 邪人用正法 正法也是邪 外道法不能学吗 可以学 看你是不是正人 所以咱们学习经典 就是要摆正知见 你为什么一定每天都来听经文法呢 就是你把知见摆正了 知见正了 什么方法都对 用哪个方法都可以 八字算命也对 给人看事也行 如果知见错了 干啥都不对 念佛也是错的 怎么样知见正呢 就得通过听经文法 修学着佛陀讲的经典 正知正见正念正定 这个才对了 这叫正人用邪法 邪法也是正的 可是你的知见不正 怎么能知道他知见正不正呢 就看他是否对经典有涉猎 是否自己学经典 读经典 研究经典 然后传播经典 就看这个 我曾经认识一个人 这个人天天组织放生 天天放生 现在还在天天放 因为我们有加了这个微信嘛 朋友圈每天偶尔刷 他就在放生 他每天都放 365天 没有一天休息 每天都在放生 按理说呀 每天都在放生 这个人的功德福报大得不得了 可是那一次我们在深圳见了一面 他的这个脸色呀 非常的灰暗 这个人一看就有大病 这个人一看就有问题 如果现在没有大病 也绝对是走入阴 就是很阴的那种 所以一看他的外表就有问题 这个脸色非常差 但是我不能说 我不能说你看你有大病 我不能这么说 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呀 他走的是一个邪路 他第一点 从来不听经文法 从不读佛经 其次呢 他认为他要印经 然后给大家免费结缘 这都做的都是好事 什么放生啊 印经啊 但他自己从来不读 自己不读 却自以为自己懂 我以前好像跟你们讲过 他跟我讲说 岳老师你看看我们印的楞严经 哎呦 我说这太好了 我说你们印着楞严经 传播功德无量 拿过来 首先四句记先给改了 开经记给改了 他拿过来给我看一看 哎呦 我说这精装的 这得很贵吧 这一本 楞严经本身篇幅很长 他就做一个精装的 我说这很贵呀 然后我赶快拜读一下 先简单看一看你们这个 一打开 开经记 讲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执 我今见闻得寿持 愿解如来 真了义 哎呦我说这不对呀 他是漂亮的 他是男的 他不是女性 我说这不对呀 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呀 是愿解如来真实义呀 你这怎么给改了呢 他说余老师是我改的 我说你为什么要改呢 他说我来给你讲一讲啊 第一为什么要用执欲 为什么不用遭遇 他给我讲了三条 第一第二第三 我说那我说那我也得跟你讲第一第二第三不能改 第一这个是唐朝的武则天写的 历代祖师大德都认可了 你认为你比历代祖师大德都厉害 第二遭遇 有一种从上至下的遭 从天上下来 你看我遭遇了什么 执欲好像我们是平齐的 好像执日 我正在经历 有一个执 可是遭呢 是有一个从上至下得到的感觉 从上面祈求而遭遇得到的 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 你今天敢改开经纪 你明天就敢改楞严经正文 佛法就从这里就一点一点灭掉了 我说你能举出三个理由 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改 我就能告诉你这三个理由 为什么不能改 然后他这样的表情 不说话 但是并不认可 看得出来他的表情并不认可 为什么呢 第一个他觉得他很厉害 我能改 我觉得挺对的 第二个我们都印出来了 钱你出吗 钱我肯定是不能出来 因为我也没有钱 钱我肯定不能出 我只能告诉你这个不行 他一脸不服气 对他不服气 那服不服我也不管了 反正钱也不是我出的 传播也不是我传播的 我只能给你指出来 我看到的 那为什么他又放声 又印经 这个一脸晦暗 原因找到了 这叫邪人用正法 正法也邪了 他是个邪人 他没有正知正见 没有正智慧 所以呢 他放声是对的事 可是邪人用的是正法 正法也变歪了 所以咱们要知道 听经文法 从经典当中 获取智慧 是多么的重要 你没有正知正见的话 一步错步步错 差之毫离 那叫失之千离 这个可是不是 不是闹着玩开玩笑的 真要修持 要广施法网之目 木嘛 就是网子 里面的一个一个洞 你要准备很多方法 来捕捉咱们的心形之鸟 咱们的心形烦恼 有八万四千烦恼 烦恼很多 人的烦恼之多 就像鸟在空中乱飞一样 怎么抓住它 把它套住不动呢 要把心念停止 止于一念 细心于一元不动 你想做到这样 必须要有多种方法 比如说吧 有的方法 有的方法这个 世间法不允许 世间法不允许的 好像是不行 但是密宗就允许 好像密宗就可以这么做 所以你觉得不行的 没有什么不行的 有的时候允许你唱歌跳舞 可是要把你隔离开 关在一个大房间 你爱跳爱叫爱闹 你尽情发泄 爱哭也可以 爱笑也可以 最后怎么样啊 让你的心安冷 有八万四千法门对质 那些不听经文法的人 经常造出各种各样的佛谣 前段时间我还给你们聊过这个问题 有人说 可不能把佛菩萨像戴在身上 比如说咱们戴的这个项链 项链是一个观音像啊 或者是一个阿弥陀佛呀 或者是地藏菩萨 刚才不允许 为什么不允许呀 他说不恭敬 那戴在身上 你贴在你的肉上 你这里面你看 你一个女性戴在这里面 有的时候把这个项链塞到里面 那菩萨难道要看你的奶子吗 你说这谁得多 他的内心得有多龌龊 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或者是你戴着这个菩萨像 你出汗了就不恭敬了 你上厕所了也不恭敬了 你睡觉也不能戴了 干嘛都不行了 或者是你睡觉 就算你睡觉不戴 你放到旁边 你晚上如果你是在家人 你们夫妻要行房事了 难道菩萨在旁边看着你们行房事吗 所以这些话呀 不懂的人一听 好像是有道理呀 不行啊 我的确我有奶子 不行 我的确我有 然后我这个项链在里面 那不行 或者怎么怎样 不拉不拉的 他就想 他不懂嘛 他不明白 实际上咱们要明白 你只要看菩萨就知道了 能不能把佛像带在身上 你看菩萨就知道 你各位认真的去观察一下 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有没有把佛像带在身上呢 我就告诉你 我就告诉你有 观世音菩萨带了一个滑罐 什么是滑罐呢 就古代人把这个头 男的也是长头发 这古代人是长头发 怎么样啊 这男的也把这个头上 这个头发给他抓起来 扎起来呢 有的时候 孤这么一个滑罐 给他孤上 孤上的滑罐上 就会有一些装饰 观世音菩萨头上的装饰 就有阿弥陀佛 他就把阿弥陀佛顶在了头上 大势智菩萨也有 大势智菩萨的头冠呢 顶的是个玉镜瓶 这个玉镜瓶呢 他就代表着观世音菩萨 那至于其他的菩萨呢 也有把这个其他的佛像 也顶在华冠上 也都有 魔力之天经上 也明确告诉我们 造多大一个 用什么材质 3.5寸 然后呢 造一个魔力之天象 做成项链 平时戴在身上 所以经典上 明确地告诉过我们 是可以的 甚至于菩萨表法 现的这个造像 也告诉我们是可以的 至于恭敬和不恭敬 那个是摆在心里的 只要是我们 你的心里面是本着恭敬心 做什么都是正确的 都是如法的 至于你说你的身体 或者是夫妻之间某些行为 或者是出汗等等 这些是人的正常的生理现象 佛菩萨是圣人 佛菩萨不会因为你的 生理现象 而认为你不恭敬 你正常就是会洗澡 上厕所 出汗 这些行为 都是你正常的生理行为 佛菩萨是圣人 怎么会因为你正常的 心理行为 就认为你不恭敬呢 再其次 你带的这个 也不过是用来提醒自己恭敬的 我们带的这个 也是用来提醒自己 要精进修学智慧的 它也并不 它也并不就代表说 你把这个就是菩萨本 本人了 也不是菩萨本菩了 你不能这样认为 这个是一个表法 佛菩萨无处不在 有光的地方就有菩萨 有光的地方就有佛 黑色的地方也有黑光 所以佛菩萨是无时不在 无处不在的 你本着恭敬心带 都是如法的 不要这样想 那说的那些都是魔术 都是佛谣 大家不要去相信 咱们对佛菩萨 本着内心的恭敬 做任何事 都是如法的 所以说 证人用邪法 邪法也是证的 以前给大家讲过 小和尚跑出去尿尿 对着一尊佛像就开始尿了 师父说 你怎么这么不恭敬 对着佛像尿尿 小和尚说 十方三世 到处都有佛菩萨 那我应该对着哪边尿呢 你可不是说 我晚上睡觉 把菩萨像摘下来 放在床头 然后菩萨就在那 瞪着大眼睛 看你们晚上干嘛 是这样吗 那如果你没有这个佛菩萨 就不知道你干嘛了吗 我并不是这样想 这都叫着相修行 都是心外求法 反过来呢 我们要明白 咱们修学佛法 是向自信当中求 求的是我们这个自信 他们说 立架不能去寺院 那在寺院修行生活的 比丘尼怎么办呢 在寺院修行的比丘尼 他们就住在寺院里边 这些女性的出家人 他们也会有正常的生理现象 这些生理现象 到这个生理期了怎么办呢 今天你搬出去住几天 明天她搬出去住几天吗 都没有这样的 这些女性的出家人 就生活在寺院里 他们也会有正常的生理现象 那难道他们都 都得搬出去吗 所以不要听他们这样 胡说 瞎说 我们要把所有的佛法 毕竟都是唯心的 都不是外面的相 我们可以借助外面的相 让我们生起恭敬心 这个是准确的 这个是可以的 就像我以前跟你们开玩笑 说这个佛殿里不能放屁 当然了 这个规定还是得说 那我也不能告诉你们说 来吧 咱们放屁都到这个大殿里边放 那也不合适 这个事情呢 你就正常顺其自然就可以 说肯定是这么说 说大家呢 为了表达恭敬 不要在这个大殿里放屁 不然的话 咱们刚一拜佛 这个大殿里边 此起彼伏都是放屁声 那也是不好的 但是如果你就有了 咱们正好在拜的时候 咱们悄悄放一个 那难道就不行吗 所以这些事情 生理现象的事情 顺其自然就可以了 你不能说我刻意的 都跑到大殿去放 那肯定不行 我也不能这么告诉你们 说来吧 咱们大家不用介意啊 有屁都来这放吧 那也不行 但是呢 这个 你也不能说就在那憋着 那憋着 那我放了一个响 佛菩萨道无所谓 主要看你身边的人 他们会不会介意啊 开个玩笑 我们往下看 如是伪系 种种安心 力顿其手 自他坚力 若有文者 顶待修行 永明言寿禅师 很慎重地讲这一卷 其中包括很多 关于天台宗修止观的方法 他说 我现在写这一本宗敬录 搜罗了各种修持的原理 很仔细地告诉大家 种种法门 让我们安心 不管是立根 还是顿根的修法 我也都给你讲了 这个索集 那叫自他坚力 能自修就是自立 教人的时候 用这个原理 可以帮助别人立他 所以他说 希望后世的人 你们学了我讲的 这个宗敬录 学了我写的这个内容 你们要顶待修行 什么意思啊 把这个东西放在你头顶 恭敬地放在你的 这个脑子里 不要忘记 依照这个修行 绝对能够成就 到这儿呢 是第44卷 接下来是45卷了 进入另一个阶段 慢慢地转入了为时 福以上是隐台教 明定会二法安心 次依华言宗事 宗敬录搜集了 三藏十二部经典中 重要的修法理论 他说上面这44卷 所讲的内容 是天台宗的48教 这些教育方法告诉我们 如何修定 如何修会 最后要达到安心 为什么明心见性呢 就是要求得安心 安心就是佛法的最究竟处 他说这个道理已经讲过了 从现在开始要依照华言宗的解释 来告诉我们修持方法 华言宗是中国佛教的十宗之一 我们华言经给大家讲了一半 未来我们还要继续把它讲完 我们来继续往下看 华言经云 于眼耕中入正定 于色尘中从定出 视线色性不思义 一切天人莫能知 于色尘中入正定 于眼起定心不乱 说眼无声无有起 性空寂灭无所作 这是永明言兽才是 选出了华言经里的这一段 这也是修行的方法 第一句说呀 于眼根中入定 六根之一 这个眼根包括眼神经 有的修法就是利用眼睛 比如说念佛吧 念佛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心念 用咱们的意念 不出声的 这个就是什么呢 咱们六根当中的意根 在起作用 另一个就是嘴巴念 嘴巴出声念 嘴巴出声念呢 就是咱们的舌根起作用 所以这两个法门 就包括两根 修行要用工具 不同的法门 就用不同的工具 有些方法不从意识入手 不从舌根入手 从咱们的眼睛 比如说观自在菩萨 观世音菩萨 或者观想 咱们要观 那有的时候我们看呢 比如说咱们说观 观想的观 有的观是用眼睛来看 但你看有的时候 达摩祖师 达摩祖师 一尾杜江 那个两个眼睛 瞪得像同龄一样 那他在看什么呢 他什么都不看 他瞪着眼睛 不起念头 眼睛还是睁着 但那也是一种定 我们打坐闭上眼睛 是因为我们 太容易受眼睛的影响了 所以闭上它 他开悟得道的人 睁着眼睛也不受影响 所以他无所谓闭或睁了 他说有一种方法 从眼根入手 进入正定 利用眼睛 在密宗的修法 叫看光 看光的方法 至少有二十多种 而且很快都可以入定 那咱们现在只讲原理 没有讲方法 你不要拿着鸡毛当令件 告诉你看光 然后你天天盯着太阳看 盯着灯光看 那你搞不好眼睛先看瞎了 咱们现在给大家讲的是原理 说看光 但是没有告诉你方法 不要自己乱搞 有一些方法 从眼根中可以入定 那出定怎么出呢 于色尘中 从定出 眼根入定 出定从色尘 什么是色尘呢 就是你眼睛看到的外面叫色尘 眼根的相对面 就是现象界 比如说你现在看我 你现在在看我 我对你来说就是色尘 你自己的眼根 在看着我 我就是你相对的这个色尘 我们的眼睛 能起作用 始终离不开色尘 这个世界充满了光色 夜里你好像漆黑 什么都看不见 但实际黑色 也是一种颜色 有的人一到晚上 黑了就害怕 说我怕鬼 其实你要明白 这个道理 就不用怕了 黑也是一种颜色 有什么可怕的呢 如果你觉得鬼可怕 你觉得鬼难看 那你欣赏他的难看吗 难看也是一种美 是另一种美 以华言境界来看 天地间没有什么丑陋 丑陋有丑陋的美 看你会不会欣赏 明白了这个道理 这个世界上没有丑人 也没有什么可烦恼的事 烦恼有烦恼的美 所以说与眼根中入定 从色尘中出定 出定还是从光中出 当然这个道理就太深了 华言境界是非常深的境界 现在你不要乱搞 你不要说于老师讲看光 我就去看光了 现在讲的是原理 还没有讲方法 先懂得这个道理就可以 有关华言经我们必须要知道 咱们讲华言经的时候 也特意告诉大家 这本经不是对我们 这个世界的人类讲的 是佛在色界天中 对天人们说的 用的是什么语言也不知道 用的是不是天界的语言 还是用的是外星话都不知道 说了多少呢 说了一百万个记者 我们学华言经的时候 看到那个记字非常多 但实际那只是一小部分 我们能够看到的 翻译过来的很少 咱们看到的华言经 我说我讲完全本 是我们人间能够看到的 全本 实际上啊 这个流传下来的八十卷 也是华言经其中的一部分而已 龙树菩萨认为自己悟了道 想当教主 后来龙王接他到图书馆 在龙宫的这个图书馆 光看经名跑了三个月 还没看完 然后才知道 佛法浩如烟海 之后呢 龙王说 那你拿一本走吧 你选一本吧 他选了华言经 带出了一部分 那也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 八十卷华言 那这些呢 我们讲的华言经 都是对天人说的话 不是给我们 这个世间的人类讲的 所以对凡夫而言 相对是有所秘密的 那这一段话出自于华言经 于眼根中入正定 于色尘中从定出 这句话包含的意义很多 视现色性不思义 显教的经典 大都强调要离色 要离开这个色尘 比如说新经里面就告诉我们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我们常说这个人好色不好色 你说这个人喜欢帅哥 喜欢美女就是好色吗 其实喜欢漂亮都叫好色 你喜欢一朵漂亮的花 那叫好色 你喜欢穿好看的衣服 也叫好色 你喜欢到旅游看美景 那都属于是好色 你看一个一幅画 哇这个线条真美 那都叫好色 实际上你说山河大地美还是不美呢 你去看 看不过是一堆烂泥巴 一堆土 一股流水 其实没有什么美 人不过是被泥巴给骗了 自己疯了 自己精神出了问题 被色尘给引诱了 显教的道理就告诉我们 离开色尘 那就是道 色即是空 这是显教告诉我们的 到了华言境界呢 告诉我们这五个字 色性不思义 如果在文学研究 那讲这个宗教学 讲宗教课程 把各个宗教教义来做哲学 比较绝大多数的宗教 看人生都是悲观的 看这个世界是很悲惨的 佛教有一部分思想也是如此的 宗教好像都劝人早点死 每个宗教都说 这个世界以外 有另外一个好地方 死了来我这吧 你们赶紧死得了 比如说有很多佛教徒 也走这个悲观路线 说我要出离这个世界 我要早点死 死了之后到极乐世界去多好啊 你像基督教说 赶紧死 死了去天堂 那耶稣圣母都在那等着我们呢 你好比如说上帝说来吧 死了吧 死了没关系 死了来我这个天堂 我这招待周到 这是什么都有 佛教也说没关系 极乐世界也有 极乐世界大老板叫阿弥陀佛 另外还有两位股东 一个是观世音 一个大世智 应有尽有 但是你把几个宗教的观光饭店一比较 佛教生意开得最大 饭店开得最多 死了能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那不死不活的呢 有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 下了地狱呢 有地藏王菩萨在那度化众生 你不想去西边 东边有药师佛 南边有宝生佛 北边有不空佛 上边有相机世界唯摩洁巨室在那等着 十面八方都有饭店 都有佛教开的观光饭店 所以我就说 其他的宗教你算了吧 少开点吧 都被佛教给包园了 而且佛教中 揽生意的人又多 招待很周到 让你了生托死 不但解决你今生的问题 还解决你来世 这个是宗教性的 但是严格的来说 大多数宗教看世界是灰暗的 是悲惨的 没什么好留恋的 不要怕死啊 死了来我们这吧 我们这有好地方 有天堂 有极乐 还有什么的 佛教也有这个思想 但是到了华言的境界就不是了 到了华言经的境界 不是这个理论 不是这个理念了 华言经认为 整个世界 一切好的坏的 是的非的 善的恶的 通通是真善美的 一般显教讲色 是坏的 不好的 色即是空 不应该追求的 要抛弃的 华言经告诉你 色性不思义 一切色 那都有不可思义的功德 所有色法 都包含着不可思议的 自信功德在里面 所以好色 真的不好吗 我是鱼雷 下集再会 鱼雷作品 请不吝点灯